好 唐宝宝们只是想要好好工作 想要为社会尽一分心力 不过呢 之前在大安区租场地 却是恶度遭拒 而且让人心痛的是拒绝的理由 居然是怕破坏这个区域环境的安宁 现在在经过联合报的报导之后 许多的企业 民众热心地提供场地 所以呢 唐宝宝大安工作站 也终于有着作了 这家企业提供的场地呢 就位在东区办公大楼 有75平 交通很便利 也有无障碍设施 并且大楼内的企业行号都很乐意 唐石正基金会的预算呢 其实原本只够租40到50平的空间 而现在啊 这个帮忙的公司呢 也以将近六五折的价格出租 预计年底前呢 唐宝宝渴望进入大安工作站